这话题最近非常的火热 我要买爱马仕的包包 给我爱马仕的包包 爱马仕的包包 你到底要怎么样辨认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出一张证书给你 可是那证书它就是这样一纸 这个机构我有上他的网站去看 他说 本机构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爱马仕的包包 这话题最近非常的火热 但是今天要聊的呢 是 为什么我从爱马仕的包包毕业了呢 为什么我出坑了呢 第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为什么我会入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怀双胞胎 所以很想要就是有 因为双胞胎有个纪念品 我老公也许诺说 啊你生完宝宝我们就去买这样子 登登 就是这颗包 我第一颗包选的是非常安全的颜色 就是金棕色 就是你看可背 可提 可插手机 然后它容量很能装 你看它里面 它的另外一个别名就叫枕头包 这是我第一颗哦 而且当时我跟我老公说 我这辈子只要有这颗爱马仕就够了呢 就不会再买任何爱马仕了 老公说谢谢你 之后的爱马仕就变成 无性繁殖 变成蜂魔的一个状态 超火的状态就是 我要买爱马仕的包包 给我爱马仕的包包 它包包真的有一股就是魔力在 第二个包包呢就是这个 这个是最基本款的就是黑金 但是博金的三五 但是我在爱马仕包里面拥有过最大的一个包包 那是比较硬品的 然后每次我就跟老公说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包呢 莫非是公司开董事会的时候 他说公司开董事会说低调啊 拿那么大包 是要干什么啊 就 它的使用率就很低 那这个其实大家应该常看 看我的照片的人应该蛮常看到我背的 这个它蛮特别的哦 它大概是2018年到2019年 是我发红最可怕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就是到新加坡 那我那时候的我呢 竟然可以让老公小孩在外面等我 就说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 然后每一家爱马仕 我都杀进去看 看有没有可以买的东西 进去 那我眼睛就锁定了那个包 就像是 然后就立刻就是叫那个 就是叫那个贵哥就说 我要这个 然后就立刻就买到这个包 之后到日本更蜂魔 第一蜂魔事件呢 就是我一下飞机 我就拿起乘车 日本全东京 所有的爱马仕店 我每一家都去巡礼 像巡礼 像店长 每一家去巡礼 每一个进去呢 都来看说柜上有什么现货 结果就被我找到这一颗 当时我就问朋友说 该不该拿 可是白色好像很容易脏 朋友说拿啊 快拿下 你再拿下下一秒钟 那结果就消失了 我就好 结果就冲冲冲冲 手刀 爱马仕的铁门 要拉下来 嘟嘟的内装 那我就试着滑铁锣进去 拿不到这颗包 在爱马仕铁座有排队的经验 有一次呢 我就跟我老公两个人 我们去东京玩的时候 我讲说好 这次没有小孩 我这次也要把他拿下 我去那个论大 那个什么论坛网站上面去找 有没有人可以愿意去爱马仕店 前面排队 我本来是想说 早上六点开始排 总排得到第一名吧 误会大咯 结果没有想到呢 我们那时候刚吃完饭 就在铁座 我转头一 那时候晚上吃完饭是九点 转头一看 他九点钟就开始排 晚上减一天 晚上九点就开始排队了耶 到隔天的十一点 就占整整十二个小时 十二不十三十四个小时 在那个地方 我整个就是吓歪歪 我就很好奇 就问那个第一名 他就说 我们这种方法有两个方法 一个呢叫做包第一 就说他这个价格 大概是台币一万五的 排队的费用 包第一就是我保证 我一定会帮你排到第一 不然我明天就免费 帮你排第二次 我就惊讶到 他说或者是说 你不要包第一 就有另外一个价格 这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排队这条路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就是说不靠配货 有一个包包的话呢 你就可以试着去排队看看 但如果呢 你是要你喜欢的颜色 或是你想要的大小皮质的话呢 我觉得排队这条路 哒哒 绝对就是不可能 会很难很难 几率很低 可以临配拿到包包的方法 第二个红魔的故事呢 就是在澳洲发生的 但是这个包包现在并不存在这边 因为我最后并没有买它 因为要配货 那个时候那个小姐就跟我说 嗯 现在圣诞节前戏 没有任何的包包 那个抱歉 我们只有特殊皮的鸵鸟皮 那我就在现场选啦 老公小孩就是 悠在外面哦 他一个人就是一打二哦 然后两个 就大三个人就是已经非常疲倦了 我竟然还在里面选包包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说 天呐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疯了 在里面选配的过程当中呢 就东选西选东选西选 怎么样都选不到那个贵姐说 要配货的额度 但他也不明讲 他就不明讲跟我说 你要配多少 他就会说 再买一点吗 再买一点吗 我还觉得说不对耶 我都已经买到 记得那时候配货 已经远远超过 那个包包本身的价格的 1.5倍 就我就跟那个贵姐说 到底你还希望我买什么东西 他就笑盈盈的拿出了两个 特殊皮的手环 然后跟我说 再买这个跟这个就可以了呢 你知道我当下呢 我就是整个就是说 OK好 我不买了 我就直接走人了 就隔天的时候呢 换那个贵姐 透过朋友来跟我说 那我有几个另外的包包 可以让他选择 所以你看 不是没有包 只是他不想给你而已 我就觉得说 大家你把他讲清楚 说到底要买什么东西 我就可以拿到这个包 你还比较清楚一点 对不对 像手表好了 劳力士就会明讲说 你买这个我就给你这个 那我就觉得说 哦 Asali 这样子大家很很清楚 可是艾玛斯不是耶 艾玛斯是 嗯 再看看哦 你再多看看 你要买什么 就这个 再看看哦 拿这个还不够 拿那个还不够 哇再看看哦 多来看看嘛 这样 你就真的就很心累 为什么我不从专柜买 我刚刚原因已经告诉大家 因为水很深 你比不过人家 然后找代购是一个最快的捷径 然后你又可以选你想要的颜色 你想要的皮质 想要的金扣还是银扣 金斧头还是银斧头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选 对不对 所以呢后来呢我就想 就是我就把眼光朝向代购这一方面 但是你知道吗 代购也有很多 这么多代购你要怎么选 我其实呢也有一些经验想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呢你要盛选代购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有没有在卖配货呢 还是他都只是只有卖某些款基本款的包包 那为什么他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包包的来源呢 这里有可能去观察一下 然后还有呢有些包包 你其实呢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后 爱马仕的知识之后 其实你不用去验包 你都可以知道说 这个包包它是不是假的 好 那么现在就来告诉大家 爱马仕的包包 你到底要怎么样辨认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其实现在的鉴定方法呢 有几种比较基本的 就像日本 日本有鉴定师的制度 在对岸也有鉴定师的制度 用人眼去判断其实是最精准的 那为什么呢 现在觉得说 哎为什么这件事话题很热 为什么 要送去美国检验包包呢 其实它不是送去美国 它是用照片 然后它会用一个机器在上面扫 然后扫出你这个包包的皮质 你这个五金 然后这样扫扫扫扫 然后把这些照片呢 传回美国 他们那个公司呢 它就会针对这个包包呢 它就会写出 哦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这个都是以资料库去判读的 它会开出一张证书给你 可是那证书 它就是这样一纸证书说 这个包包 这个照片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包包是怎么样 在美国的样子 什么什么机构 这个机构 我有上它的网站去看 它说本机构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所以说它把你验包 它说可能 它就说 这个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这样 那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给你保证说 它一定是真的 像这样子 就是说不是爱马仕圆厂 它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鉴定的服务 它圆厂你要鉴定的话 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跟它说 哦 这个包包 我想做一下保养 你就送回去了 它会请你签个单子 那它送回去法国圆厂 等工匠鉴定之后 工匠如果说愿意收 因为它里面都会有刻印在说 它是几号几号的工匠去生产去做的 郭小姐做的 王先生做的 他就找当初那个工匠 然后呢 把你这个包包看能不能维修 或什么的 但如果呢 工匠就说 哎 这个包包有问题哦 它不是真的 它会把你当场消灰 所以它验包的管道就是非常的不透明 然后也非常的不容易 现在我就清醒了 我就突然觉得说 哎 我有这么多的包包 但是这些包包呢 我平常不会用它 假设带着一个这样的薄金包 然后去带小孩 去大人生理公园 这样溜滑梯吧 我最常用的时候就是去吃饭 那你吃饭就是背一下下这样子而已 加上说它的规则越改越让我就是觉得心累 因为你知道吗 你在用那个包包的同时 你就会想到你当初是为什么买得到这个包包 一次用到它 那个包包上面就会显现出那个贵截的脸 保质只是一个假议题 它是比较起来别的包包 它比较保质 并不代表说 你当初买多少钱 你这样卖的时候就可以卖多少钱 并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你要想像 你要想哦 你如果呢 是从专柜原价买到这个包包 零配货 你才有可能以保质的价格卖出 以上就是我入坑 六年来 这个入坑又出坑 整个疯狂的心酸鞋泪史 你发展了个人 知道吗 但是我来说 你该帮我去的 那边 你有没有 感谢观看